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在座的各位你們來 大家晚安 外面好像很亂 我要表達的是 其實我是一個很輕鬆 每天很即興很開心的人 我要提到我的生理時鐘 近期跟他分享 我突然改變了 我變成那種四點半就起床的人 我不知道台下應該有很多 我的同學好朋友 你可能也變成五點四點半起床的人 為何會這樣 因為疫情前被拉去參加馬拉松 後來我熬夜的體質 不用睡覺的體質 不累幹嘛睡的體質 竟然變成就是 早上五點起來 好 河堤邊報名馬拉松 就一場一場 但我很開心 幾年前我看到我的同學 跟我聊天聊到十一點的時候 他會流眼油 他要睡覺了 我都不會 我覺得我慘了 但我這兩年又撿回我的生理時鐘 所以我今天早上 又到符合河堤邊 偷懶一下我只跑了四公里 但跑步的時間讓我 精神愉快 可以讓我想很多 把我的煩惱 把我的困擾 把我今天做的事情 邊跑邊筆劃當中 就把它思考完畢 那我分享今天早上的一天 是為何 因為它對我好重要 它是我最開心的一天 跑完河堤邊的那個 自己的運動的一天 聽完鳥叫聲之後 就跑到旁邊的那個跳蚤市場 你看這些 那個跳蚤小張 都是我在跳蚤裡面 每日一遊 我最近迷上在跳蚤裡面 跟我一攤同學的普爾茶 坐下來跟他聊天的攤位 那為什麼迷上這個 以前都是喝咖啡喝飲料便利商店 突然發現原來喝茶有好多人好專業 我的同學跟我說 大俠你不要再喝些亂七包的飲料 你不要再加冰塊了 你要喝普爾 你要喝熟普爾 喝熟普爾老茶 你晚上就會睡得著 我就坐在泡茶區裡面 聽這些長輩喜歡聽 喜歡喝茶 喜歡有茶到的這些前輩朋友 就大家聊的有的沒有的 但你知道嗎 清晨的時候在這個快樂時光 聽到這些長輩聊這些 我心情就覺得好充實 因為他就是得到知識 得到我以前沒有的知識 咖啡是知識 喝茶也是知識 但時間很快 每次聊不小心九點十點了 跟攤位同學說 不好意思我要離開了 我要趕快回到我的辦公室 我的清晨的那個 五點半俱樂部 必須要在十點解除 不過我也跟你們約 下次你也是五點半的 我們一到河堤邊 我帶你去喝茶 每日行程 說喝茶很輕鬆 其實我是去跳蚤 又提了好多的 家裡稱為是垃圾 我自己叫做回收 對 那就把他帶回去 但我去年得到一個很嚴重的困擾 你看我的工作室 滿滿的 我覺得腳踏車收藏也很重要 我覺得老櫃子收藏也很重要 我覺得面櫃也很重要 所以我今年開始練習斷舍離 但我的朋友對我很好奇 斷舍離去你的工作室看看 你不過是藏在你另外一個倉庫 但我要說 那這些店 他做過好多天王天后唱片 可是我要捨不得 把他擦乾淨 我覺得說 哇 賈博斯與我同在 當年的你們不要的 iPad iPad 我去跳蚤市場看 200 100 要不要帶回去 還是帶回來了 你看那天我就把他排滿整桌 不過我現在把我的音樂 全部都灌在裡面 我要聽我喜歡的音樂 從裡面取得 一整天他就陪著我 從我國中時代 高中時代 我心愛的搖滾樂 我喜歡的2000年的老舌樂 我就一台一台把它收入在當中 不過我要很承認 我真的是活在唱片的 時空環境裡 我每次進工作室 坐電梯的時候 偶爾會遇到鄰居 他們覺得 好像蕭青陽你還在做唱片 他們問候我一下 我說蕭先生你最近還好嗎 對 其實我很好 唱片是我的理想 但是我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但跟你分享是我很開心 每天我在我的圓桌上面擺盤 擺我今天想看到的 哇 你看這一桌的 懷念的80年代90年代的 經典的電影主題曲 昨天放了一桌的 另類搖滾 金屬搖滾 擺一擺之後 就像小孩一樣 好開心 很興奮 然後一天就開始 很滿足地開始工作 那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我要講我快樂的暑假 對 我不知道你的暑假 你知道這禮拜開學了 對 不知道你前面兩個月 你玩些什麼開心的事情 今天是來 會整要跟大家報告 我這兩個月在幹嘛 我兩個月前 最後一場在輔大的演講 就像今天這麼多人 然後當場 我覺得我就像我聽音樂 聽到好像過50之後 我就喜歡絕世樂 絕世樂可以告訴我 是說 你啊 你就是要即興 你什麼就是要在學藝裡面 有一個即興的靈魂 然後你每天要過的 不是計畫中 是很靈活 很自我的 那天我就這樣演講 想到大家很嗨的 當下我就說 對咯 要放暑假了 有沒有人 要當我的實習生 然後突然 哇 我的那個 A式的一張紙 在演講完畢之後 已經被填得滿滿滿滿的 我就拿了那一張 大家都來當實習生的表格 回到我的工作室 然後同學們開始陸續 給我了很多他們的 自我的推薦 推薦函裡面的一些內容 其實我很煩惱耶 因為你知道嗎 今年的畢業生 他們是屬蛇的 屬蛇跟我的孩子是童年 我看到他們都覺得好可愛啊 他們都是我的孩子的樣子 他們都是為人父母的孩子 他們有機會 希望可以有機會去一個叫 設計師的工作室 可以去學做唱片 我都好想把他全部 都叫他們一起來 但我的能力有限 因為我心裡想說 到底我怎麼樣來決定 誰來跟著我一起過 兩個月的暑假的工作 你知道嗎 那三天 我有點煩惱 我就拿著他們的履歷 放來放去 突然間 我找到一個 柯南 上身的一個 證明我要怎麼去尋找 這些孩子的依據 好幾個同學都寫 我喜歡做蛋糕 我沒事的時候 在寢室做蛋糕 我心裡又想說 對啊 我小時候 我就是在麵包店長大 我每次幫爸爸做米菇 昂菇 做些糕點 怎麼做我爸爸都不滿意 導致於我沒有加入我爸爸的行業 也導致於我爸爸對我很氣餒 那一次之後 做麵包這件事情 變成我長大之後的陰影 但我現在有點堅強了 我覺得我應該重新練習 看到這些履歷 我就把他們找來了 同學就來工作室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每天 早上清晨的時候 我也到工作室 我就問同學說 你們知道今天要做什麼嗎 今天要做棒蛋糕 對 隔天再來 同學今天要做什麼嗎 今天我們要做布丁 那你會什麼布丁 我會日式的 我會用蒸的 我會用烤的 好 就輪流 那我跟同學一個指令是 我們清晨的快樂時光 就是一起做蛋糕 但我有講我的快樂時光是 我已經逛王跳蚤回來了 滿身大汗 然後開始在旁邊插CD 同學做蛋糕 然後到了下午7點的時候 大家都好餓啊 就開始驗收 就坐在工作室的中道 大家一起品嘗 今天是不同的同學做了不同的糕點 我們打開看一下 哇 對 其實我挺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覺得我怪怪的是 他們不是來找我做設計嗎 對 那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他們說 那為何你們來找我 我們變成這個模式 那我要提到說 對了 同學教我 他說為何是棒蛋糕 這麼流行的蛋糕 這麼容易做蛋糕 因為它是一磅的蛋 一磅的奶油 一磅的糖 一磅的麵粉 所以叫棒蛋糕 小小知識告訴你 所以布丁蛋糕這些 又重回到小時候 在麵包店的生活 不過這次爸爸沒有在身邊 罵我讓我輕鬆許多 但那天我接到我爸爸電話 阿勇 你最近在做什麼 你怎麼這麼久沒來看過 對 不過我想改天 我們可以完成得很豐盛 很像樣的樣子 想找我爸爸來 一起來看 我們也會做蛋糕 對 這是那天的試吃會 我跟我的同學設計師們說 我們在練習兩個月 開學後偶爾回來幫忙 我們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要公佈邀請 好朋友們 報名來工作室吃蛋糕喝咖啡 所以你們接下來 到時候在網路上公佈 邀請你們來一起享受 我們的學期成績 對了 那我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蛋糕 對 其實源自於 我在當兵的時候一個事情 我是苗栗通宵的野戰部隊 兩九兩十八七六旅 然後彈藥室 我記得我剛下部隊的時候 是一個超痛苦 就是一個蓋房子的營地 那好希望 有一天班長說 今天有選兵 會美工的人都集中在廣場 就跑去好希望脫離那個痛苦的蓋房子的 那個爬電線感的軍旅生活 結果那一天的現場 大概有三個連隊的這麼多人 然後就在那邊等到那個卡車來的那個選兵的長官 他就看著我們現場一堆的這些 剪著光頭拉兵哥 然後就說 會美工的請往前一步 我好興奮喔 就往前一步發現 回頭一看 大家全部都一起往前一步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好 會煮咖啡的請舉手 然後就 這三個就舉手了 向前一步 然後長官繼續說 那不會的就直接離開現場 我心裡想說 落選了 我以為我練就一生的好美工 我可以有機會變成美工兵 原來美工以外 是有另外一種煮咖啡的技術 那可能每天要碰那個好咖啡 給長官喝 或是 對 生活當中有這種享受的細節 從那天開始我終於覺悟了 就是在學習的世界裡面 不是只有自己的所長 還有學習的以外的種種 對 所以 今天在座也有 我的同學也來到現場 我是要跟你說 對啦 其實蕭老師是因為 在那一次的軍旅生活當中 得到了這個了解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面試大家的時候 老師為何選了 大家都好會做蛋糕 不過有個同學 他也擠進到我們的實習生裡面來 有一天他看到大家很會做的時候 他就舉手把來跟我說 蕭老師 我不會做 可是我媽媽是蛋糕師傅 對 後來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暑假 老師提出的功課 我們把蛋糕做好 對 然後 對了 今天有主題耶 今天是講在城市裡面的情感 發光的故事 不過這個題目對我來講 好難啊 對 這個很難 但我個人覺得 其實就是這些小故事小溫度 然後醞釀自己的創造力 所以我邊聽音樂我自己在想 下一個作品 它的想法它的連結是什麼 其實我們也有努力工作 蛋糕吃蛋糕做完了 放進冰櫃裡面 然後一點開休息之後 我們就開始工作了 做什麼 對 我的工作室 我的朋友說我是招和風的工作室 我帶著大家 對 繼續 今天我們要去山上 去幹嘛 背你的畫板 要畫畫 對 為什麼要畫畫 對 其實我有個內心心 又沒有告訴同學 因為我在高中的時代 我就當了一年的班長 期間呢 每個禮拜五 禮拜六 我就會開始跟所有的同學聯絡 這禮拜我們要去基隆的旺幽谷 然後坐火車去那個旺幽谷的地方 看著海 然後寫生畫畫 就這樣一整個學期 每個六日 就在旺幽谷 然後到天亮 背著畫板 回想起來 那是我最帥的年代 那後來有沒有畫的怎麼樣 都沒有 畫的都是風景美如畫 美如我的那個醜畫 但沒關係 就是我覺得 喜歡畫畫的人背著畫板 實體畫筆是最帥的 所以 這個暑假的兩個月 下午 不同的清晨 大家就開始畫畫 但我要跟你講說 那我這個實習工作很不錯 那接下來寒假要來 下一年的暑假要來 也歡迎來跟我報名 你明年的實習生 可以是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 對 我們一起來做蛋糕 這個是大溪老街 對 梁花池 有名的豐牧村 對 那我沒有置入行銷 但是後來畫一畫要幹嘛 你一定是個工作 對 今年的水果月曆改用畫的 在年底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對 十一月 除了畫畫寫生 老師你的工作還是什麼 今年暑假跟同學還做什麼 其實我這兩年有個任務 因為你有去士林官邸去看花季 你有去陽明山去欣賞花季 你有去玫瑰園 你有去青年公園 你有去河濱公園 你知道這些台北市的所有 有這麼漂亮的欣賞生活的體驗 的視覺傳達的宣傳 就是我們工作室來經營 其實這兩年我心裡想說 每一次畫季來了 我就帶著我的相機 乖乖在那邊拍 在那邊攝錄 然後好像旁邊覺得好怪啊 這個阿伯 人家都是漂亮的小姐阿姨在賞花 這個阿伯也跟著賞花 但他就是一個很開心的任務 這檔花季的影片自如行銷 對也是11月底 會表現給大家看 你看我去那麼多地方 每天過得很開心的生活 然後把它變成 告訴你們 其實我們是生長在一個花的城市 那除了這個工作以外 暑假終於要開學了 當中又有一個工作室 你知道今年 今年的股市好暢旺啊 每天上上下下 我看到公園的阿伯 早上喝茶的大哥 手上都是股市 然後有一天 有一家公司打電話給我說 小大哥有沒有機會跟你合作啊 那個股市好旺啊 政府又推出讓年輕人應該要買房啊 對啊 五年前我也開始練習 跟我的同學實習生說 努力工作記得買房 不要到了40歲50歲 人生來不及 對 然後因為這樣的概念 最近突然有一個建設公司跑來找我 欸 蕭老師 可不可以找你代言一間房子 那你叫青陽對不對 我們的名稱可不可以叫 牧琴 對 不好意思 他就成行了 對 好 牧琴 稍微講一下 對 看看我們的實習生的能力 把它完成 我們要置入 但是月底推出 對 到了九月初 進行慢慢要往月底靠近 九月是我的季節 我不知道在你人生的月份旅行當中 除了看花季 除了看情人節的煙火 對 除了去寫生 除了早上五點半 你的清晨跑步 馬拉松跳蚤市場 你這樣的一天 那你每個月有沒有每個月的季節 有 我明天 明年我想去西班牙朝聖之路 然後在十年前我就定調 每年九月就是我的火人季之旅 所以當時我就變成一個火人 在美國工人節結束後的九月這月份 我就在沙漠當中 在裡面我最好開心 因為只有沙 只有沙塵暴 人生沒有任何要重新學習 要做設計 對 講到這邊你有覺得我的壓力很大嗎 對 但我要跟你分享說 對 每個月份我們都要計畫 每天早上我們都要做計畫 對 每一次的蛋糕要努力練習 每次進沙漠藝術品 要努力把它做好 因為你有計畫 你人生就像有學習 所以你會精神飽滿 對的 我要特別提到一點就是 努力跑步有什麼好處 對 可以運動你的心臟 心臟的運動 就是靠著保步來鍛鍊 所以我跑去找我的家庭醫生 醫師跟我說 哇 蕭先生 你的心跳只有五十五耶 你是跑馬拉松的吧 對 我好開心 好開心是 我想把這個姿勢讓你們知道 平常也鍛鍊自己的心臟 對 然後他就不用跳的那麼多 含氧量就很高 對 生活的知識 除了自己得到 自己獲利以外 要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對 這樣子才會 別人開心 別人健康自己也會開心 然後到 然後 這個月底 我就到下一個地方 繼續擔任葛萊美的評審 對 今年沒有很緊張 今年就是泰勒斯 跟怪妹妹大戰而已 對 所以 我又要到那個地方 去向唱片的大海裡面 去享受 我從小愛唱片的這個意境 但我很喜歡很開心 做自己開心的事情 自己就愉快 這個 我爸爸說 你就是很任性 你愛怎麼樣 想怎麼樣 但我們要得到爸媽的認可 就是要把它做好 對 爸媽才會支持我們 所以要聽音樂 喜歡唱片 就把它當成功課 要做設計 要畫水彩 就把它畫到最好 不好的繼續練習 把蛋糕做到最好 我想總有一天 我爸爸會稱讚我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